馬丁路德將上帝放在第一位而失去一切 即使如此,他都沒有放棄 今天我們可以從馬丁路德身上學到什麼 來幫助我們將上帝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呢? 在十六世紀的時候 羅馬天主教會引導人相信他們必須通過教會 才能與基督聯繫並獲得救贖 如果他們挑戰教會權威,尤其是教皇權威的話 他們會受到迫害 天主教會已經成為聖經中描繪的末日秀 在人類歷史上的這一段黑暗時期 馬丁路德是一位虔誠的羅馬天主教神父 在閱讀經文的時候他意識到 每個人都可以直接與上帝聯繫 是不需要其他人類作為媒介的 在聖經的權威下 路德挑戰了當時世上最有權勢的人 教皇利奧十世的權威 路德他這樣教導說 救恩和永生不是靠善行來賺取回來 而是白白得道的 是借著上帝的恩典 和信耶穌基督為救主得道的 他的神學教導挑戰了教皇和他的權威 他指出聖經是上帝啟示的唯一來源 他反對神職人員的排他性的概念 他反而認為所有受使的基督徒都是神聖的祭司 於是他被逐出教會 受到羅馬天主教會和神聖羅馬帝國的迫害 但這並沒有阻止他將上帝放在第一位 並堅持他的原則 馬丁路德將他這一場鬥爭的感受 寫在著名的讚美詩《堅固保障》之中 馬丁路德將上帝放在第一位 不惜一切代價 他的勇氣激勵我們都為耶穌獻上一切 耶穌寫起一切為了救贖我們 他的愛促使我們將他的國放在第一位 當我們歸還十一奉獻和承諾的時候 我們被敦促要將上帝放在第一位 我們的禮盡 也會 feliz deficUnis 根本 Commonwealth